Hello 今天在這個video我會介紹這間三房的flat 都幾近個城市 那條街就叫做Rosemount Street 我已經有另外一些物業在這條街了 那你為什麼沒有聽過這個 就是好像我沒有推出來好像一個deal那樣呢 因為我 source 到這個property的時候 直接找了一個投資者 因為他追了我很久 所以沒有放出來的 是我專門 source 給他 就是不同 你見到我很多時候就是 找到一個deal 接著放回WhatsApp Group 看看哪個人要 在這個case來講 因為我跟他直接找到他 他講了什麼criteria 我直接找到那個property給他 所以就沒有放上他的group 那這個呢 我不太記得exactly多少錢 不過是超過70千的 那我知道你們聽完 可能覺得 哇 三房七十幾千 如果我租給我平時的公司客 這個呢 會收到大約600磅租到 那可能那個yield 計算我的洗費 才剩下可能6% 就是因為你七十幾千 然後加上裝修 還給稅 已經八十幾千 才收到600磅租呢 你是可能不要的 這個property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拿來做一些 叫做furnished lat 因為它很接近 以及很接近大學的 Glasgow Sorry 有兩間的大學 一間叫Straff Pike 就在市中心 另一間是Glasgow U 那你們香港人都知道 那裏是Study Medicine 很出名的 那 噢 燈不合 那這間呢 這間呢 這間物業呢 是近醒 所以呢 是近Straff Pike University的 那所以呢 我們是想著呢 這個 這個property呢 是拿來做兩種customer group 一個呢 就是做學生 但是因為呢 因為呢 現在是二月幾了 學生的 那個period 已經找學生客 是過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要找那些 已經在上學 已經找了地方了 那另外一批呢 就是找公司客 就是可能做 做事在市中心那裏 那這間屋呢 就 要裝到的standard呢 是要好過那些 就是給我的公司客 不過呢 又不需要好到 好像 好像一間酒店那樣 就是中中的 那所以 那裝修是會貴過平時的 就是這樣 我現在介紹我這間屋呢 我告訴你 我們會做些什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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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講廚房先 因為這個房子呢 通常呢 如果做任何工程呢 是最貴的 那其實呢 你看那個廚房的 那個condition 其實是ok的 那未必適合你的 你的taste 不過呢 那個condition是ok的 那我檢查過呢 我檢查過呢 這間廚房呢 可能不是很夠雪櫃 因為呢 其實那些 現在你看不到雪櫃 它那些是fitted kitchen 就是它那些雪櫃呢 就在那些櫃桶那裡 那如果你三個房子 有譬如四個人住 就是可能四個人住 租給一些公司這樣 那可能是不夠用的 所以呢 我們想著呢 就在這個 近水盆那裡 放多個雪櫃 兩個雪櫃 一個硬櫃 ok 那另外一邊呢 就洗衣機 那因為這裡呢 會有長租客呢 我們都會買個乾衣機 但是乾衣機呢 就不會擠在廚房這裡 ok 那我們要做那些 那些 usual的事情呢 就是要 make sure 那個gas boiler 要拿到certificate 是安全 是work 那這些電池 這些電池 看上去很新 希望是work 那又要找人來check 那 我現在走進去廳了 ok 廳呢 那這個客人呢 就做了一塊這樣的東西 他找人呢 custom made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就 其實這個手工也不是太差的 不過呢 怎麼說呢 他一定要找回電視這麼大 還有他 就是不太neutral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 所以我打算是會 就是拔出來的 要補回牆 跟著才游回 我做一個feature wall 其實這個feature wall是這樣 看上去 有些人可能 就是我的personal taste 太strong了 那我們要neutral 令到各個租客都 都喜歡的 那這間房呢 其實in general 它的condition是ok的 那要換個燈 你看到那個燈 這些燈呢 其實租屋來說 會很積塵 還有不是太實際 我們換了它 那這裡的地板ok 是周圍旁邊呢 沒有那些邊 我們要製造個beating 我們要邊 走出來呢 這個走廊很大 然後呢 右手邊呢 就有一個廁所 那個廁所 又不是那個bath 不過它沒有shower的 所以要安回那個shower 因為不是個個人喜歡 沖bath的嘛 那其實這個業主呢 其實都很有它的taste的 一個呢 玻璃的水盆 ok 那我們會keep 因為呢 它其實呢 配得挺好的 它的質素都很靚 雖然很靚 不是那麼老套 那麼 搭配這個bathroom 它做到自己很閃閃亮亮 這間屋呢 很多鏡啊 那些東西 其實 如果要全部扯回 扯回它 扯回它 做回 如何呢 neutral一些呢 很大的工程 ok 那它有三個房子的 那 我戴這個房子先 這個房子呢 就 中中的 它有了那些衣櫃的了 那其實呢 那些 那些門呢 你看到了 要做一些adjustment 是 現在呢 是 不是那麼work的 扯扯的 要 找人做回那個adjustment 那這裡呢 又 沒有什麼工程的 這個房子 那麼地板呢 你看不到的condition 我們會和它換 有些地方拋了的 那麼呢 這間房子呢 就應該是最大的 ok 那麼 和那間差不多 similar size 又是一樣的 那些 那些玻璃 要找人 撿一撿 因為有些位 躺得不太好 那麼 那這個東西 要扔掉它 因為呢 如果我們將來 捉路呢 要是找學生 或者做事那裡 我們要找桌子給人 做寫字的 所以那個位是不對的 ok 那麼這間房子呢 其實那個condition 又是 那個地板呢 有些很怪 有些閃 還有它 都開始有些地方 拋了的 所以都要換的 最後呢 就看回一個 小房子 那個小房子 我剛才想試過 那個燈是不行的 但是 它呢 就用了 很閃 那些牆很閃 其實是用了那些 我們叫做 wet wall 拿來做 洗手間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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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牆去做的 不過呢 它都不是太過 因為這個房子 因為小 它這樣做到 都大很多 那麼 這個是給你看那個景 我們在看這個景 那下面呢 這個是Motorway 叫做M8 從這裡呢 駕車去左邊呢 九個字左右呢 就去到外丁堡的 那麼呢 如果 你看到那間 叫做City Park 然後 再 右邊呢 就會是 有個醫院 和那個 大學的 就是 那個位置就是這樣 那麼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要介紹 是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這個 這個盒 這個 這個電箱 很舊的 應該是 Original的 這間屋 應該有 七十年 七十年的歷史 應該呢 這個 絕對不合格的了 一定要換 因為呢 如果它跳了線呢 要繞那些 繞那些 繞那些 那些Fuse wire 現在呢 不是的 要跳電 要拍掣的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盒呢 我覺得 起碼有四五十年 那可能是Original 都不定的 不敢肯定 那所以 是這麼多先 這個video 那 是啊 這個就不是我們平時做 就是給公司客那些project 這個客人的心目中呢 就想捉學生 因為近大學 或者想捉 那個 就是 那些公司客 就是上班去 在省那裏 或者有些project 在省那裏要做 那 我下一個video 先update 大家有什麼進展 OK thank you